最強的花式籃球團體 嗨 大家好 我是最強的花式籃球團體 MBA花式籃球隊的隊長小夫 然後我今天要教大家一招 花式籃球裡面比較進階的動作 然後之所以進階就是這招稍微有點難度 然後我先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動作的名字叫做水晶球 顧名思義就是他很像把籃球當作水晶球在轉 是一個就還蠻花俏蠻炫目的花招 然後這套的使用方式就是 首先你左手先拿著球 然後把球旋轉 然後到右手的時候 再把它旋轉 然後轉的時候都是轉同一個方向 基本上是靠左手手腕跟右手手腕 還有兩隻手的五隻手腕在控制球 手掌基本上是沒有碰到球 所以大家來看一下 然後使用的步驟就是 左手先轉 然後右手再轉 然後轉的時候都是轉同一個方向 然後基本上 左手是控制球的左半圓 右手是控制球的右半圓 看一下 然後使用這招的時候 身體也可以跟著稍微晃 就是把球轉到右邊的時候 身體就稍微晃 稍微晃到右邊 然後把球轉回左邊的時候 身體就稍微晃到左邊 保持那個就是有一個韻律感 然後使用這招的時候 就是平衡感很重要 你要把球平衡在一個點 不要讓球往太左邊跑掉 或往太右邊跑掉 所以你就是 兩隻手手掌 兩隻手手指對球的那個 球感掌控度很重要 你要把球 就是 它有點太左邊 你就要用左手把它轉回來 它如果太右邊 你就要用右手撕點力道 再把球轉回左邊 看一下齁 對 然後使用這招的時候 手腕的那個靈活度很重要 所以平常常要做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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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展 伸展你的手腕 就是 不停的 就是做熱身動作 不然使用這招的時候 手腕可能會去 就是 做得太機翼的時候 手腕會去扭到之類的 然後使用這招的訣竅 練習這招的方式就是 其實就是真的要不停的練 因為一開始練的時候 你可能會 會覺得很K 對 可能球會一直往右邊跑 或往左邊跑 所以你就是一直練一直練 知道訣竅之後 訣竅很簡單 就是 左手先轉 右手再轉 左手轉 右手轉 右手轉 然後拔球 連續不停的轉 然後轉的都是同一個方向 使用的時機 基本上是比較在 純表演的時候才用 比賽中的時候 比較用不到 水晶球 大家可以練練看 左手轉 右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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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轉